好 我們已經回到台灣了 那我們來開一下在迪士尼的扭蛋 覺得這扭蛋殼真的很漂亮 我應該會留下來 先把它打開來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拍VLOG的時候已經有看到裡面長什麼樣子 它有實體 但是這個扭蛋的感覺還是不一樣 真的蠻好看的 扭蛋殼本身就很好看 這是還有貼嗎 怎麼打不開 喔 有了 非常緊 它是一樣的款式 然後花紋有點不同 顏色也不同 這個球可以看不懂日文 但應該就是當聖誕吊飾的一種 果然跟我之前猜測的沒錯 它就真的是一個聖誕吊飾 然後把這個拉出來 先不要蓋起來 這樣子 喔 Sorry 它是用轉的 這邊有箭頭有沒有 是用旋轉開的 我剛剛硬把它打開 反正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刮你的聖誕樹上 我覺得超可愛的 然後重點是這個 上面是一個類似斷帶的東西 這果然是鈴鐺耶 這感覺是一個小背包的感覺 然後非常應景喔 有這個聖誕配色的圍巾 然後這後面有一個這個孔 就是它出生意的孔 有一個鈴鐺在裡面 然後在帽子的地方 還有一個小鈴鐺 超可愛的 而且我覺得它蠻精緻的喔 雖然看起來塑膠塑膠 但是它的顏色 算是蠻好看的 然後又有這個光澤 它下面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是戴粉紅色帽子 它還有帶藍色的 那個是朋友的就不能拆 所以你這樣就有米奇 可以掛在聖誕樹上 還有一個我們剛剛的扭蛋殼 也可以掛在聖誕樹上 超可愛的 這個非常有紀念價值喔 所以如果你有去的話 聖誕節有去一定要扭 我覺得應該是聖誕限定的吧 那要扭的時候要先去換代幣 那一台機器只能投代幣 不能投這個錢 那我們拿到的就是第一款 這個第一款 這邊上面就有寫有這個鈴的聲音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囉 大概這樣子的感覺 OK 天氣超好的 SERIA 我們到了 SERIA 我們的HARBS來了 水果千層蛋糕 就在開玩笑 在開玩笑 到底在開玩笑 那一隻 我們到達到